嗨 招搖國度 繼續有《源老山卡》的導演王浩然 過到來多倫多 另外也有在這邊的電影screening的攪手Mini 歡迎兩位 是的 其實都想問一下 就是這個《源老山卡》的導演 演員方面似乎都是適合你的預期 但是那個電影的成果 那個成績又是不是你的預期之中呢 現在看上去一定是超出預期的 所有東西都是 因為我一開始打算這些電影 說這些地方 香港人都不知道在哪裡 何況外邊的人 知道啊 為什麼不知道 長洲啊 大哥戴個嘴 除了長洲 《觀塘》呢 但是我想問的是 我以前叫《觀塘》的 大哥 有些觀眾聽到 就算知道了 長洲 程碧村 這個動力不夠推動 我要進去看《源老山卡》的電影 那你自己覺得是有什麼原因 是令到突然之間 嘩 嘩 一聲 很多人支持啊 社交平台 很多人支持啊 嗯 其實你真的要問我呢 其實你真的要問得很清楚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 但是我會說 我們 高登仙 我們的發行一向出名 就是全香港發行 宣傳發行最好的公司 即使他們不是最大的 而我們也找了一間香港很 我自己覺得很厲害的 大數據的宣傳公司 就是Marketing公司 幫我們做大數據的Marketing 我覺得他們交足功課 嗯 好了 我想問問Mimi 你說以Marketing那方面 在香港 今時今日 你覺得在社交平台 去宣傳的作用 效力大一些 還是在以往的宣傳手法會好一些呢 在報紙 雜誌 訪問等等 你說在香港 我就不會回答你了 我只知道這裏 其實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大家都知道這個傳統的media 報紙 雜誌這些 其實都是 即是死定了 基本上是 那麼 我以前都是做報紙的 那麼你說 還有多少人看報紙呢 那麼星島都不再出了 報紙 是不是 就是大家都是在網上 那你一定是社交平台 如果你不是很想付錢的 又或者你未知道你的目標 那個 目標的 是的 在哪裡的話 你都是要用社交平台開始 是吧 那麼我們自己來算 都是由Facebook和IG開始的 嗯 OK 那麼接下來 我想問問王導演 我知道你在2023年 會有新的電影 那麼那套電影 你接下來的手法 還有那個拍攝的形式 會不會和現在這一套 《沿路山級拉》差不多呢 還是會有不同的拍攝的手法呢 我想戲是完全不同的 整個故事都不同 除了依然是在香港拍攝之外 是的 所以一套戲出來 我相信和這套戲都會超遠的 嗯 進行中還是怎樣呢 哦 拍好了 現在正在剪輯 現在正在剪輯 那麼也都想問一下 王導演你覺得 就是剛才所說 現在的電影可能你要做更加多的東西 又或者其實可能的宣傳手法 要推到社交平台那裡多一些 那麼會不會影響到你 如果你要找一些新演員 或者不是應該說新演員 或者找一些演員去做的時候 你自己會不會考量就是 這個演員的聲音好像很厲害 你會不會循環這個方向去作為你的選擇呢 其實我想就算用傳統智慧的 其實最簡單你看看演員的記錄 他做了什麼戲 那些戲有什麼票房 始終都是看這些東西的 尤其是去到主角的話 我又未去到一個位置 可以找 尤其是我拍的戲 不能夠找一個素人來做 雖然有些戲是可以的 你現在去剪輯一些新人 你會怎樣去看這個人呢 你會看他的可能性大不大 還是你覺得 我其實想找一個人去演這個角色 但他不需要有戲 你會這樣看 還是我覺得他的戲好 不需要漂亮的 你怎樣去剪輯這個人呢 例如岑家琦這個人物 出現的時候 在網上有一個說法 他這樣的樣子 這樣都可以做到男主角 你們自己又會怎樣去看 就是衡量這件事呢 因為這套戲 其實就是剛才說的 就是要美女與野獸 你就要找一隻野獸出來 他的價錢就在那裡了 所以最簡單的一件事 我在香港都經常說 其實我需要五個條件 一個條件就是這個角色 其實是二十八歲的 你就要找一個差不多年齡的 不要找一個五十歲來 要不高大 要不英俊 因為這種是美女與野獸 另外他最基本的 他是男主角 他一定要受歡迎 然後要演技好 因為要做戲的 你要符合這五個條件 其實可以說 香港只有岑家劇一個 符合在這個故事需要的東西 你會不會有些casting 在一些藝人方面 或者有些素人 或者一些模特兒 是不需要他那個演技的 但是我要他的look 其實是不會的 不會 尤其是我拍的戲 都不會是高成本 換言之一定要拍得快 沒有演技 除非他是天才小童星 否則的話 如果你已經豁絕了 是沒有戲的 那不行 他來NG只是浪費大家時間 你的戲只不過是十多天的時間 但就完成了 十二 十二人 即是當時的七日線 那些 所以我相信 那個準備功夫 前期已經是一個很精密的安排 到所以拍的時候 就爽爽爽 拍完 搞定 是的 即是來到 真的不要浪費時間 即是來到 譬如態度不好 沒有準備 來到都還沒有記完台詞 這些真的不要搞 所以現在你那些是非子仔 還是已經本身有那個劇本 給我 有劇本 先背負 或者知道發生什麼事 知道發生什麼事 即是 其實去到現場 我會容許再執再改 再執生 但是其實 一早已經有劇本 會不會有些演員的演繹 是不符合你的 又或者去演的時候 是有自己的一套 但是你心目中有一套 大家去磨擦 去找到一個對的形狀出來 通常我們就會事先談好的 即是我們會有遺讀 會開會 因為不要去到拍攝的時候才浪費時間 即是就之前先談好了 我絕對歡迎他們有任何 input 但是 還有很多時候 譬如去到現場 總有一些究竟A 還是B 好 我通常的做法 就是 不如A 和B 都做完了 啊 即是幹嘛浪費時間 在那裡談A 還是B 最後有沒有 真的漏網之餘 又或者有某幾個場景 選不下手 幾個都很好 最後選了這個 又或者這個反而是 或者有些演繹 當時即興演出的 在袁老山泰拉的導演 有沒有這樣的例子呢 地點就沒有即興的 因為真的要有 好好計劃好了 那安排上 或者演藝上 演藝上對白那些呢 其實我想大部份 都是依照我們開完會 維園讀之後的去法 去的 我想只有很極少量 有一些場次都是 都是去到現場突然之間 發生了一些突發事 即是你不能夠按原定計劃去做 但是這些都很少 很少的情況 是這樣 有沒有試過在拍攝當中 有些天氣不似如期的情況發生了 而耽誤時間 要講一些時間 而錯過了場景 要補拍嗎 這套戲是沒有的 這套戲是沒有的 我們現在都看天文台 都看得很蠢 他們現在都九天預告的 都掌握得很盡 最後都想問一下導演 或者我們轉一轉話題 你覺得現在的新世代的電視也好 電影也好 或者我們的口味都轉了 我們不單止看電視台 我們還會看網上的串流平台 你自己覺得 現在的電視或電影 我講電影 吸引之處又在哪裏呢 或者平台方面 另外有沒有什麼 更加有魅力的吸引之處呢 其實我覺得 電影 其實是會昔眉的 我相信可能30年之後 我們去看電影了 就可能等於說 我們現在去看舞台劇 就是差不多 是會變成差不多的東西 我想可能30年之後 娛樂的主流 不外乎是 在串流平台 收費的串流平台看劇 因為劇有一個先天性的好處是 因為它分很多集 它描述一件事 一定是比電影仔細的 理論上一定好看 而且網上串流平台 現在是不會再賣廣告的 就是你不會看到 是想怎樣去賣廣告 又或者看一看 很緊張 24小時之後繼續看 尤其是在加拿大 更加不像香港 就是一個星期五集的 就是下星期請早 那些人 而收費串流平台做到一件事 就是一起可乘看的 是的 你喜歡可以續集看 你何時看就行 但是更加多人的就是 一次過成季都看完 我就是這樣 你就是這樣 很普遍 所以這件事是更加迎合到未來 當然可能還有VR、AR的娛樂 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 例如你其中一套電影 例如這套 《沿路山卡拉》 有沒有想過 有早日將它變成一個舞台劇 這樣去演出呢 因為你現在基本上有四五個景 如果你在舞台劇方面 如果轉景都是四五個景去演出 是 理論上是可以的 它不是很多的景 還有大部份時間都是 一個男主角和另一個女主角講話的 只不過是不停地轉動女主角而已 但是走不掉是一對一的情況 這個就真的要看觀眾了 就是他們接不接受到 因為舞台劇其中一件事是需要觀眾的幻想 因為你不是所有事情都做到一模一樣的 開到門 可能一個手勢就表現了出來 而這裏講的 其實《沿路山卡拉》 其中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景 你要看到那裏真是很遠 很害怕 或者車子走了很久 它轉了很多次車 而這件事在舞台上表現出來 這個就 能不能夠用幻想力可以代替到這個 我不肯定 我想始終三個媒體 當是電視 電影和舞台 三種都是一個很獨特的特色 未必可以全部都可以交換到不同的平台 另外我想問一下 就是有些什麼推動你去繼續拍電影 你自己的訓練還是什麼呢 其實對我來說去到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我以前都是做過文字傳媒 做過記者 做過編輯 我也做過電視台 所以對我來說 我會將這件事去到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我想做創作 創心 多謝黃浩賢導演 我知道你們行程緊密 我們時間來到這裡也差不多 好 多謝黃浩賢導演 也多謝Mimi 多謝 多謝 希望你遇下的旅程就開心 我知道你今晚也會有個screening 是啊 你也會出席的 我會啊 我會啊 好啦 即時買了票 但第一行而已 但不要緊 OK的 第一行 希望我的眼力也有分不上下 但他們就看到了 OK 好 再一次多謝黃浩賢導演和Mimi 謝謝